结束来看在相台市及人生立北防疫班市团 在疫情平均六十五岁的老人家组织 变成立市市团 虽然团人没有受过正常的重要诠言 不过人能证实的全世界的人生经验 进入到国家的成熟 没有退述如在类似法联的团众彭压 已经持有合法来养词 传统合格文化团成份故事 也不易得到经验 学家公司中介联出出传出传 初的顺头已经可能团然 一百有二百的拍点 半年十五岁内 图年平均六十五岁预算的人人 自身的分禧搬禧团 如信仰挑战的奉行 第九八战的表战度 陷阱在当当客人共同的赋予 从所有的小小的点点滴滴里面 透过客家口述历史剧场 这些团圆让我拾回了 作为一个客家人 然后找到客家的特色 跟认同客家文化的这个过程 四甲冲出身的潘亚琳 就算经过太太色色的认出 不然的日子 没有办法得到生命上的满酒 只知道立刻的古兴 都认为图书的世界 才发现 年龙古兴图体当所遇的事情 正是夫妇集结的生命故事 从1991年我回到台湾之后 我想寻找我的老师 我的同学看到的 我背后的台湾来的真好 那是什么 所以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 要看到什么是台湾来的好的时候 唯一我可以找到的 是从年长者的生活经验找到 我相信这些年长的阿公阿嬷们 他们的生活经验本身 就是台湾好的这件事情 我要用他们的生命经验 对所有台湾的美好 Say Yes 如意的客家发布 一条客家三国 突然调节出现资格的生命故事 白亚琳送信 挑过宿教的普通 而重新新转客家人的议通 其实没困难 我好像是一个外来的人 就是对这个文化 我好像是一个异国的人 然后我可以看到 然后我知道它的特色 而且把它带出来 所以他们才说 哦 原来这个是很棒 哦 原来这个是很好 等等的 所以他们也更 因此而更愿意分享 他们自己美好的部分 所以做这个客家口述律史剧场 对团员来说 或者是对客家的观众来说 都是再一次确认 生活的点点滴滴 而因此透过那些生活的点点滴滴 来认同自己 透过一百九十百个拍点 突然签斗一样 班牙琳 十五年内 三年给入聪明的想法 发展的客厂转人造模式 最算十五年内 滴滴落落 不过这些人的建设 如三面经验 穿它下个文化 如最具身的表战 穿它感动 特别暴淘 特别暴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